西方中心主义必须得跳出 不跳出你无法正确认识过去五百年的历史 你无法正确认识今天的西方 而且更重要的 你无法正确认识中国本身 因为过去一百年 我们大部分知识分子就是盲目地解读西方 说什么都是对的 至于说它到底是什么原因 不知道 实际上是不对的 我对你理解 西方社会科学 实际上是西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成功以后的一个产物 知道吧 我们一般说社会学产生是马克思韦伯 1870年代在德国 德国已经工业化了 对不对 它是工业化以后它才有的 所以我是社会科学界的 我自己反复提醒自己 要警惕这么几个东西 第一 西方的社会科学在归纳上是有问题的 西方社会科学是不是对欧洲美国人群集体行为的总结 和集体心理的总结 对不对 刚才我讲了欧美人群很少的 对不对 这实际上就是那个八分之一 如果把 这还是把日本和思想荣算进去 对不对 日本要不在里面 他们 他不到八分之一 九分之一 知道吧 很少一点人 然后你对他进行归纳 观念说 这就是全世界百分之百 都这么一个行为模式 这肯定不对 这逻辑上不对 就他归纳的对象 是局部归纳 不是整体归纳 是不是一个问题 你们一定要清楚 因为在座的估计都 或者不少 在国际国内拿过学位 那就大部分应该是社会科学的 一定要知道 西方社会科学 是他工业化成功以后才有的 而且他归纳的 是欧美的人群的集体行为和集体心理 不是全人类的归纳 知道吧 像中国这么大一群人 他的归纳就是很有限的 对不对 所以你 因为归纳是第一步嘛 然后后面是演绎 你归纳就不全面 你怎么有自信 说你代表全能的呀 是不是有问题 第二呢 那个西方社会科学 他服务意识很强的 他就是为西方服务的呀 对不对 他是西方国家资本 和生物资本培养出来的一个东西 他这个工具啊 所以解释都是对他西方有利的 所以才有了一个很荒谬的情况 那个西方在整个那个 那个发展过程当中 进行了极其残酷的对外扩张 这个包括那个 十字经东征 包括那个那个大航海之后的全世界扩张 那我自己统计过啊 在大航海之后的一百年时间 欧洲人抢的海外的地盘 是原来的十一倍啊 是这样的啊 那个地理大发现之后 欧洲啊 地盘一下扩大了十一倍 欧洲唯一 欧洲不大的 欧洲是一千零十六万平方公里 咱们国家只九百六十万 它比我们多五十六万 什么概念呢 欧洲比中国多一个四川 就这么一概念 它并不是很大 那我们以欧洲唯一的单元 然后你就算啊 北美洲 基本上是两个欧洲 北美呢 我是把墨西哥算里面的 墨西哥 美国 加拿大 加起来两个欧洲多一点点 南美 南美是中美洲 加拿比和南美洲 它是三个欧洲 这样是五个了吧 那五个还略多一点 那把多出来的部分分给澳洲 澳洲比欧洲小一点吧 把那个北美 南美 多出来算给它 六个欧洲 然后就是非洲 非洲是三点三个欧洲 是不是九点三了 然后就是北亚 北亚谁占呢 北亚是老毛子 俄国人占的 我一看 哇 西欧那帮邻居 靠着大乡全发财了 知道吧 然后他们家惨了 他们家靠着北冰洋 他们有资格去抢 那个参与大海 于是老子从路上扩张 于是他们是不是越过了乌拉尔 是吧 把整个北亚都占了吧 北亚很大的 包括乌拉尔特区 包括北高加索 南高加索 然后那个西伯利亚 远东 中亚五国 北亚接近 1900万平方公里 1.8个欧洲 9.3 1.8 是不是超过了11个欧洲 对不对 那个 这是那个 那个一个基本的事实 就是那个 他们通过这种 哇 墙啊 什么东西 就有了那个原始积累 然后就起来了 这个过程很长酷的 但是请注意啊 这个极其长酷的暴力过程 被哈耶克形容为 自发的市场形成过程 然后中国一帮傻学者 包括你们企业家 就对哈耶克很崇拜 是不是 崇拜得不得了吧 这不是个坏人吗 是不是 是不是他扭曲了历史啊 是不是个坏人 那个把屠杀说成 自然演化 美化了 是不是 然后面对西方的优势 特别是国家暴力支持下的 商业优势 非西方国家怎么办呢 你当然靠国家力量去抵挡啊 不是你是不是搞得赢啊 对不对 你一个小宝宝 跟人家30岁的壮汉打架 你打得赢 你家长肯定得帮一下 结果呢 他出来骂你 说这一条道路 通过就是非西方国家用 国家力量促进工业化 叫做通向奴役之路 然后这帮一傻学者啊 中国一帮傻学者 哎呦对他崇拜啊 奉为圣经啊 他是坏啊 你是傻啊 是不是 竟然在我们学界是主流 是不是 你这不跳出来 你中国怎么觉得起 崛起不了 你们企业家也不行 告诉你们 你永远在美国的体系里面啊 做二等公民 是不是 天天在加班996 附带讲中国企业家 那个财富还一部分 是全国人民血汗钱 知道吧 那个 结果呢 那个利润都被你拿走了 是不是 这个实际上手机很多啊 是不是一般的利润归苹果啊 是不是 不公平呢 你还觉得这样 你们挺舒服 啥不啥 你必须打破这个体系 知道吧 这是基本的 事实啊 西方这个 整个这个学问体系 它归纳是有问题 所以第一步科学 第二 它的服务意识太强大了 像我搞的国际关系学 那个 整个西方非常清楚 就是为美国的霸权服务的 这个 而中国学者大部分 都是人鸣鸣 照搬他的理论 觉得哇 这就叫独立见解 知道吧 给西方做解释 说这就叫独立意识 这不傻瓜吗 这 是不是 西方要你骂共产党 骂政府 他就跟着骂 这就叫社会良知 你小学都没读好 你把良知搞颠倒了 重新定义良知了 对不对 对不对 感谢观看